土耳熙你本來去看Fry Bee 那我今天來看土耳熙隱含的Kevin的力量 我們找到阿姨Kevin 那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叫Kevin 然後就是唐嘉豪這樣子 那剛剛就是沒有想到今天阿楓跟我們來聚會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到這邊這麼多就是Bride Bee的雙筋力阿 雙筋力阿 就是當下 我覺得你這邊是豬的心理被我 對 但其實我覺得 其實許多募資本身 大家有個概念說 就是說它是個平台 然後基本上有夢的 然後或者說缺乏資源的 但是你有完整的計畫 只是缺乏個機會 缺乏被看見的機會的話 那都可以上募資平台 所以我認為就是 所有的募資平台他們都不是競爭的關係 應該說他們都是處於一個 處於一種幫助的有心態 所以我覺得 他說是朋友也算是沒有錯的 只是說各自立體的方向不太一樣 那我們Hareel法本身 他是比較著重看公立設計與音樂類型 那Bride Bee可能就是 他可能利益資源就多 所以他抱算包還這樣子 對 那其實台灣目前也還有滿多的 很多家的募資平台例如多者 那據說年底也會有 還有四家平台要上線 對 我覺得這對於 不管創樂也好 或對於創業圈 或是交點這些朋友 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為所有的募資平台 都是為了要幫助客人 而不是說互相競爭 互相在搶施 切換市場的大力 對 所以我說 所以這是今天我來跟各位分享的 原因之一 對 那說了這麼多還沒介紹我自己 就是我本身在Hareel這幫的公司裡面 那我負責是所謂的編輯部 然後以及影像部門這一塊 等於說我們Hareel跟其他網站不一樣 特別是我們的每次專案 基本上一定會有幾支影片 那這影片是由我們公司 會去為各位拍攝這樣子 對 讓你的專案上 可以看起來更完整 那待會我跟各位介紹說為什麼 我們會希望可以幫所有的專案 去拍攝一支影片 對 那這邊的話 我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舉動募資平台的現況這樣子 對 那我們做到類型 剛剛阿鳳我幫我們介紹說 是工業設計跟音樂藝文 那其實我們給他一個 智慧居家的東西 對 就是說這一塊 我們年底有個自動車比賽 那就是希望說在設計商品 每年台灣設計商品 很多都可以得到一些 國外的一些紅顏色金獎之類的 但是這些設計商品 並沒有真實化為 市場上都會可以量載上 可以買到的商品 那我們在跟社會 以及跟阿鳳交鐵 然後一起舉辦這個比賽 就是說 希望在這個比賽過獎中 如果真的能夠獲獎 那獲獎之後 我們會有起駐廠商 例如神奧 然後例如SAP 例如包子兩品 這些的通路商 他能夠直接認購 直接將他化為市場上的商品 那當中的量產與製造 也就是說能夠製造評估 然後通路媒合 這些東西都能自由 就是我們現有的一些 幫助到的資源 對 然後能夠一起讓這商品化 讓這商品能夠真正的量產這樣子 對 然後這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木製平台目前在做的事情 對 好 那這是我 就是一切的一些作品這樣子 可以說這些都是我曾經合作過的對象 對 然後 就是有一些 因為有一些是表演者 然後有一些是音樂人 然後有一些是設計商品 對 然後有一些是樂團這樣子 然後各位有認識 有不認識的 對 然後這都是 既然都是影片啦 然後就是 影片話可能一直是太長 所以我就是結錄一些照片這樣子 對 那 跟在這邊要幫各位解釋一下 就是為什麼公司會有一個 拍攝影片的服務這樣子 那其實影片本身 其實影片它其實跟一般外面 就是像 剛剛水哥就是拍攝影片 MV這些東西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就是說 它有幾個 有幾個面向要不要去接觸這樣子 那 最簡單從現在來說 影片就是一個專案的能面 其實大家 現在這個資訊化的時代 那其他一大部分 專案故事的話 可能大家不會想去用文字 而是由一天簽訂影片 對 這是一個 或者說有圖片先看圖片 對 然後這個圖片 每一天可以看它再看文字這樣子 這是一個人的惰性跟慣性這樣子 對 那所以說 影片的話基本上 我覺得 至少我們在每個專案上面 都將它做統一的話 那 它看起來會比較乾淨 然後比較整齊 讓觀眾的接受度可能會比較高 這是我們剛出的想法 然後接下來是影片的轉換率 那其實影片的轉換率就是在於 其實我目前我跟各位分享一個資訊 就是說 目前全世界募資金額最高的 賣的最好的專案在Kistar上面 它是一個冰箱 它是一個冰桶 其實是冰桶 公文性冰桶 對 它點閱率大約是200多萬人質 對 然後它的 點閱率200多萬人質 然後它的購買數是6萬多人質 所以說它轉換率大約是30億 對 這是一個非常 算是一個很高的數字了 那台灣最高的 那就是也是在一個不是凡桶嗎 是這幾天的 然後就是剛好在一個友台叫哲哲 對 它是有八輪的娃娃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這個狀態 對 然後它剛好不是在Youtube上面 它是在Vimeo地平台上面的影片 對 然後我去找了有點久 因為它點閱率其實不好找 對 它點閱率大約是在就是40萬 然後大約買的人 我算是不是支持者 是真正受受的數量 大約是在 大概是在 快到9000人左右 所以它大概40瓶 它大概40瓶 所以說其實基本上 影片轉換率是可以根據點閱數據看的 那相對的那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藉由這一塊去幫助我們 提案解決出一些分析 對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說 有目字影片也可以 相對也可以做一些品牌作造的過程 因為影片本身 它可以有一些故事上的出發 有一些就是一些背景可以講 所以它相對可以做一些品牌 所以它可以去試著去打造一些自己的 想要呈現的氛圍這樣子 那但是目字影片本身是什麼 其實都是說是廣告 對 因為它其實還是需要各位的支持 然後各位的就是捐款或贊助這樣子 所以它本身是廣告 所以說在這幾塊裡面 我們必須去面面俱到或去兼顧 然後才能畫成一支自己的影片 它其實會比較複雜在說 有一些商業化的地方 對 然後跟一些一定要講的東西 例如說回饋一定要跟大家 很清楚明白跟他說 我會給你什麼回饋 然後照顧大家願意用金錢來交換動機 這樣子 對 好那我們換回答一下 對 那拍攝影片常見的問題 就是可能會有很多 對就是 又可能你知道拍攝過影片的導演 可能或是說有自己 或是攝影機或相機出去玩都可以做 對那其實 假如說最大的狀況就是劇場上面 就是 你的本身要先離好 如果沒有劇場的話 到現場來發現到來 才會比較麻煩這樣 然後第二個遇到就是天候 其實天候 其實天候最能控制的 對 這種狀況就是靠天吃飯 然後一大大起床天氣非常好 可是如果今天你攝影機開一半 然後就變這樣 就變這樣 那你就會被人 就有點尷尬這樣 車關路上了 然後就都出來了 也不能不拍這樣 對 就是天候是不要把我控制 對然後 接下來的話 也有等會遇到一些 什麼交通上的狀況 就是 像我也跟各位 我之前有去 也去南投一個深山路 我怕是拍亞洲發源地 對然後去拍一叉運這樣 就很可怕 就是拍 開到一半 然後就是 原本是 代理哥前面就是開車代 開一半的時候停一下 他跟我說 就是 我們可以上你一車嗎 然後我說 為什麼要上你一車 他說 因為你的車是不是休旅車比較高 我的車上 你的車是轎車上不去這樣 然後我說 喔好啊 你就一下子 可能就去上你的車這樣 然後我就不好意思跟他說 其實我第一次開這台休旅車 對不起 然後就覺得很尷尬 然後過去的時候 然後就遇到這種狀況 然後就跟他說 我就停在這裡 對 然後就整個路就這樣子 然後就 呃 對 然後整個路就很遠 原床 有點長這樣 然後說 影片拍攝就是 會遇到一些種種的問題 然後 然後一些音樂上 就是如果他本身 如果不是樂團 或是他是樂團 那他有堅持說 我家手上的音樂 然後跟您當中 跟您可能去把你講話 都是我要開心的 就他歌是那種悲歌 然後就會變得很不開心 這樣 所以也不知道可能應該怎麼看他溝通 這樣 對 然後就是會有一些種種的問題 這樣子 對然後 接下來的話 就是 就是 暗子本身每次拍影片 其實其實影片最重要的是一個 自然誠懇 以及 跟各位 跟觀眾溝通一個方式 那他們就都會演戲 或者說他們會覺得說 這是不行 你為什麼沒有幫我準備道具 你為什麼沒有幫我準備衣服 就是 我沒有這種華麗的背景 甚至沒有大字報 然後就會覺得 呃 就 可以不要這樣嗎 對 就是一些很有趣的 那 接下來就是跟各位分享一個 就是這個 群眾集資市場 那群眾物資 群眾集資這一塊 其實在台灣其實是 算是近幾年的發展起來 但是其實在國外已經越來越好 大陸純定比我慢 那現在其實做得有點大 所以說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這樣的資訊 對 那其實就是 就是在世界銀行統計的話 到2025年會到560億美元 其實年正常比就是銀行也是他 對 那像各位所聽過的 微軟 溝可樂 IPM 滑膽 限度飯店也都曾經發揮過 募資專案這樣子 那他們可能更多的是 為了一些平台上的行銷 和一些自己公司上的考量需求 而不是為了自己的這樣子 對 那像去年跟今年 就是百度 淘寶 淘寶 然後YouTube 他們也都成立自己的公司平台 對 那百度的話要就是 百發遊戲嘛 那淘寶是淘寶送召 那YouTube的話 目前是在四個國家 美國 墨西哥 然後日本 以及澳大利亞 這四個國家進行試營運 那它是一個可以讓自己的影片 在上面 然後大家可以直接做 進行捐款的動作 對 在YouTube上面 對 它稱之為一個是 小費用的感覺 對 那目前是只有四個 而且你必須要往Google上 對 那就是Google Google電子錢包 它是Google很不錯 那目前還不是很方便 對 所以說就是 其實這一塊市場 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受到重視的 那希望大家就是 我覺得各位很多有工小的人 其實 除了就是 也可以試著上全木質平台 找一個適合自己的方向 或適合自己的平台 因為每個比較有立體的不同 對 有國外中的做電影的 有國外中的做漫畫的 但我覺得這都是一個 很好的 一個嘗試的機會 對 因為它本身的風景是比較小的 對 那我今天非常熱烈 謝謝大家 請注意 再 Teaching 衍法 以後 我們orest 一票 一票 自助 本